6月份還有什麼股份 即是你覺得是直播的呢 我自己這陣子都是看了幾隻 你說美團就剛剛炒它 另外有兩隻 一隻如果又跟開都知道 一隻是比亞迪 比亞迪就1.211 那之前它都幾次 我這陣子買的股份 都是趁它破位去追 1.211就是趁它破到2.45那個位 大概是兩個星期前 然後一破碎就繼續上去 我覺得破位這些股份 因為你都積壓了這麼久的環區都破到 那個動力都夠 而且說真的 你比亞迪近來都很多 車相關的補貼消息 退稅 就是什麼都是受惠的 那變成你又有這個叫做政策支持的話 我覺得買下去就容易些炒 不過比亞迪就不要預計它會很快的 我覺得 因為自從破位之後 它就開始有少少慢慢整固 再慢慢慢慢上去 所以買比亞迪呢 如果要短炒性 寧願等 等它即時有沒有一些調整 因為它總有的 你好像昨天這樣 你說雖然看過很漂亮 上到280 但是它即時其實落過271 就是有少少試過倒跌的那些位置 其實跟我試一樣 就是不像是爆上去的 可能是走兩步又退一步 那你就趁它退一步那一刻買下去 還有你給亞迪 就是始終你衝破了之前的阻力位之後 它的十天線都受得挺穩的 那變成你短炒 用一條十天線做一個體位止蝕的 那我覺得都有一個直撥在那裡 就給亞迪 那另外一隻就是網易 其實套路都是差不多 是 又是破位 157、158破之後 又重一轉 那都是的 走勢都是慢慢慢慢上去 還有網易就比較看好 它最近的業績是挺漂亮的 因為它最新Q1的業績 那個叫做遊戲收入 都有一個挺好的增長 有15% 就是比起一哥說騰上 更加漂亮的 那也都比市場預期為好 那有業績的加持之下 又破了位 那套路一樣 你就先看著一條十天線 看有沒有機會 即使調整的時候 就買一買它 我就自己暫時看著這幾個大貨物 你剛才也說過車股 其實都保持著有很多政策 是的 除了給亞迪 是不是還有另一隻心水 是的 如果你說另一隻心水 可以看一看就是理想的 就是2015的 175、2333 那些我就戒了很久 都不炒了 如果你說我覺得 雖然最近好像資金都很喜歡炒 是強的 但是大家 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自己選擇自己炒開的股份就可以了 那你說電動車的 就是除了比亞迪之外 就看著衛小李 衛來理想小鵬 那最近的業績 理想是最漂亮的 就是我自己看 就是它一來 一來 top line 生意OK 二來 bottom line 有盈利 經調整那個盈利 還有它的孖展都行 我覺得這個都很厲害 無利 有得升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第一季 經常都我們說 那些什麼原材料很貴 商品價格很貴 你造車死定了 但是它又不是 2015 它交到數目出來 那我覺得 如果你說這一轉反彈的話 就是你有業績加持 就相信 就是起碼有錢去買 所以你看到 最近理想 今天開出來都 暫時有機會上回一百元的樓上 那圖都很漂亮的 在頭上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鹽比亞迪好像升得太多的時候 那你就試試一隻理想汽車 對